今天我們來帶大家了解一下核心兌換 我是拿日版的版本來教你們如何去兌換有用的核心兌換 台版的朋友也可以看這個 未来台版也是会直接上这些日版的核心兑换 所以台版没有的话 你姑且看看就好 未来一定会上 应该很快啦 以台服改火车的速度 好啦 废话不多说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选择这些核心兑换的一个顺序吧 好 首先我们先从第六名开始讲起 第六名是所谓的一个功能型道具 就是我们的琴兰 还有我们的四神之印 先来讲琴兰 琴兰很简单 就是我们瑞云的上位版 它大概是我们墨兰复刻的时候 对 长门那个 长门复刻会出现一台E13的千水底 这时候可能就会上架这个琴兰 琴兰是瑞云的上位版 就仅此而已 平常也用不太到 可是你要用到的角色的话 用琴兰会比瑞云好用很多 好 第二个部分是四神之印 四神之印也是一个特殊的道具 它专门给东皇的驱逐 就是它四大金刚 四大金刚装备之后呢 它的耐久会上升 输出也会变高 弹幕也会跟着变化 这个部分呢 我有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影片 那我会把这个网址贴在下面 那如果有兴趣的再去看了 总之这个是属于功能型的道具 不换也可以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再换出来使用就好了 好 第五顺位也有两个 一个是150的燃料 一个是归航性标 这两个也很简单 150燃料呢 可以增加我们建载机的HP 这个在打PVP的时候 还蛮有用的 因为血量越多 撞的神风伤害也越多 那飞机飞的速度也越快 也代表说它可以躲过对方的对空圈 然后去撞对方的后排 那在推涂的时候 也可以使用重阴鱼雷 去比较有效的去命中目标 那归航性标呢 就是可以简单的 减少你起飞的CD 虽然说减少4%不是那么显著 但是如果你飞了三次以上的话 那时间的效益就会慢慢出现了 这两只道具呢 我也有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影片 那我会贴在下面 那有兴趣的再去参考 第四顺位呢 是我们的氧气管 氧气管之前也介绍过啦 潜水艇就必须要使用氧气管 来增加它在水下的一个活动时间 所以三只潜水艇 你就只要换三只 如果你有练潜水艇的话 请务必换三只 再来这个818中队呢 台版应该也有了 就是它的航弹命中敌人的时候会造成对方的缓速 这在打Boss的时候还蛮好用的 不用换多 但是换几根出来 以后打Boss的时候或许会需要用到它 再来就是黑弹 黑弹我们之前也有讲过说 它是纯粹只提供战舰火力的 打敌人的敌人的时候还蛮好用的 不过打到高等敌人的时候 战舰往往会缺乏命中 所以后期要给战舰补很多的命中 会比补充纯粹的火力来得有效益 所以黑弹其实也不用换太多 大概两三个黑弹够用就好了 OK 第三顺位就是我们的彩棒 彩棒当然大家都知道 可以增加我们的鱼雷能力 可是能够发挥彩棒的角色也是很少 通常都是一些雷级角色 像是林波、神通、伊吹 也就没有那几只雷级能力比较强的角色 能够发挥彩棒的效益 再不然就是你可能要去打关卡 缺少雷级数值的时候 你要补充雷级数值条件 才能进入关卡的时候会使用 所以我把它摆在第三顺位 就是不希望你用太多 当然除了前排角色之外 你如果有用前推艇的话 也是会换到这一只啦 OK 第二名 第二名就是我们的白弹 它有增加很多的火力 还有命中率 刚才讲过战舰很缺命中率 所以给战舰补充命中率 最好的就是白弹 那后期一般的战舰配置呢 都是雷达加上我们的白弹 这种配置会比较多 那如果是要虐猜的话 才会用到黑白弹 这样的配置 总而言之 你用战舰 后面它一定都是带一个白弹 最低就是一个白弹 一个战舰就是一个白弹 最后第一名就是我们的金海盗 这个台版可能还没有 那日版已经有上了金海盗 金海盗呢 就是所有飞机 所有战斗机里面 最好用CP值最高的 在CD方面 在DPS方面 对控方面 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它还有一个被动的buff 可以提高我们全队的对控能力 相信台版如果有经历过 那个堕落活动的话 应该也有一台 不过往后 有金海盗的时候 就是每个月必换一只 这支飞机太强了 太好用了 有多少换多少 好的 那最后帮你复习一下 你该换哪些装备 当然我们刚刚讲过 金海盗一定要换 再来白弹 还有我们的彩棒 至少六根起跳 多的话可以一直换下去 再来功能型的黑弹 这些只要有三根 其实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这个燃料 规行性标 其实大概两到三架 都可以了 那四神之一 如果你有角色 那你想要用这个角色 用这个角色 到时候再换 就可以了 好啦 以上是今天 对于核心兑换的一些 简单介绍 希望能帮助你 那台版的朋友 有这个未来式 你就再也不用花太多 冤枉路啦 因为未来 可以换到的地方 你现在就可以把它存起来 或是你现在 可以慢慢安排 你的核心数量 不要再做冤大头了 好啦 那我是草面六 那我们下次见啦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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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